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好 好 那就送大小姐出驾 大帅 你带兵出外打仗 一定要多多保重啊 本帅骁勇善战 怕什么 看你说的 女儿啊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娘 你们都放心吧 有元帐他们沿途照顾 应该没事的 是 我会誓死保护大小姐 好了好了 别耽误时辰了 大小姐 我们上轿吧 咱们连放官侠配也没准备好 就如此上话轿 这行吗 娘 是女儿自己说 不要穿放官侠配的 免得沿途走动不方便吗 那好吧 就这样吧 请慢 禀大帅 属下突然想起 既然这次是使诈诱敌的连环计 为何非得大小姐亲自前往不可 苏忠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其实 只要随便找个侍女来假扮大小姐 反正只是放在教内坐右耳 何必一定要大小姐孤身犯险 太好了 还是苏忠祥的周到啊 大帅即将率领大军攻打张世成 大小姐可以属下一同留守豪州城 你大小姐的足智多谋 定能安然无恙啊 女儿 这下娘可放心了 可是这个 大帅 这和原先计划有益 请大帅参详之后再做决定 再商量的话 时间就来不及了 好了 你一切按苏忠说的办 可是大帅 你就负责带领花轿假送新娘 又陈有亮前来抢亲 我呢 秦帅大军突袭他的地盘 对 欲助两路人马 急开得胜 八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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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宝你在搞什么呀 还不好好墨写真金 小心我把你心肝挖出来 我知道 我如今就是要自行挖空心思 呕心立血的墨写真金嘛 我们是草原上的飞鹰 不懂得你们中原人的咬文嚼字 世上相似的人太多了 你跟他呀 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你又在说什么废话 不说废话了 你这从草原上来的风雪飞鹰 你灌在这个房间里已经这么久了 你应该出去走走 伸展伸展你的翅膀 我真的很闷 我根本就写不出来 我们出去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这样大脑不清醒 叫我怎么默写真金 好啊 但是你别想耍花样 要不然我就一刀劈了你 好 只要你答应让我出去 知道吗 武当满山都是宝啊 有四百多种有名的草药呢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武当著名的七虫西瓜呀 没有啊 你听着啊 你千万不要害怕 就是这七虫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怕 更何况是你嘴巴说的 说吧 好 那我说了啊 班禅赤蝎青蛇黑猪 风仪彩蛾无功 这其中啊 有好多种都是有剧毒的 比如说赤蝎啊青蛇黑猪等 只要被它咬上一口 走不到七步 七步啊 必然毒发身亡 那也有多毒啊 有多厉害啊 在房间里是气闷 想不到出来了 更闷呢 你以为会吓着我吗 我跟你说 我是被吓大的 那我告诉你啊 有七花 你七花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这七花是 孔雀胆 最仙福灵 还有 还有 青铜鹿花 蹄狐香 等一等一 不要擦着这些花 这就是你所说的武当七花 不是啊 它只是普通的山茶花而已 那你干嘛这么紧张 因为是我一个好朋友 最喜欢的花 看来你这个朋友 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好像很不一样哦 喂 你不要乱猜好不好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而已 哦 普通朋友喜欢普通山茶花 是啊 普通的朋友喜欢普通的山茶花 我不踩 摘到瓶子里养总可以吧 怎么了 哎 这就是武当七虫之一的青蛇啊 你被它咬到就会 哎 你不要动了 怎么啦 怎么啦 没事吧 这是哪里啊 别管这里是哪里了 你刚才差点送命 幸亏我帮你把毒血吸出来 哎 别动啊 还没服药呢 幸好武当山啊 处处是宝 那 这个呢 就叫做七叶一枝花 有名 草和车 虽然有点微毒呢 但是有解毒的功能 以毒攻毒 嗯 你不是说这七叶一枝花是有微毒的吗 没关系 没关系 救人要紧 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有什么企图 我有什么企图啊 我是为了你的明节着想啊 你想想看 一个大姑娘被一个陌生男人 万一让人家看到人家会怎么想啊 哎 这里比较偏僻 不会有人来的 其实我们蒙古人并不注重这些 最重要的是 就是救人要紧 那我今天救了你了 以后我可千万别小看武当的七叶七花了 我想问你 为什么不逃跑 第一 我张军宝呢 不会成人之危 第二 万一我逃走的话 你回去怎么跟你师父交代啊 你这人还算有良心 我们走吧 小心 没事 我自己会走 哦 Cada白 لا 走 庸 引起庸 的 摂天 记得 反复 滅 毕 集团 些 山茶相对花谁栽 细雨无人我独来 说似与君君不见 烂红如火雪中开 你念的是什么诗啊 这是苏东坡写的 繁星四茶花 说似与君君不见 烂红如火雪中开 这两句话的意思 是把思念之情 全部寄托于山茶花了 既然那个什么破额 你都这样喜欢山茶花 干嘛不自己种 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山茶花是不能种的 因为它是野生的 如果我真的能种 剩下大概只是次了吧 师父 你们在说什么 我刚才带他去山上走走 这小子没敢逃走 前辈 刚才我一时弃门 写不出经书 幸得雪阴姑娘网开一面 带我出去走走 今夜我一定努力写经书 不再欺瞒您 老夫我也不怕你有所欺瞒 你是玩不出什么花样的 除非你想让他们俩 跟你一起死 既然外面走走 可以写出经书 老夫我就陪你们出去走走 我带你出来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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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墨鞋真经有好处 张俊宝 我师父的耐性是极其有限的 而且他最恨别人愚弄他 所以我决定帮助你恢复记忆 从今天起 你一天为交出真经 我就杀一个全真教道士 刺激你的记忆 遇到你交出真经为止 好 我答应你 我立刻莫显真经 请你不要为难全真教的兄弟们 行 看住张俊宝 是 刀兄 是我张俊宝害了你 俊宝 别这样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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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抓住陈有亮 不管死活 赏金千两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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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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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的是 今晚你要是再写不出正经 那么明天 又一个道士 一天为教诸真经 我就杀一个全真教道士 大小姐 城楼之上夜来寒风自古 回府休息吧 苏忠 这一整个晚上 我都心神恍惚 都有不祥的预感 郝州城的房屋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大小姐所言极是 但你已劳累了一天 若是累坏了身体 属下可担当不起 这也没什么 大小姐 城楼房屋就交由苏忠监视吧 小人定当彻夜不眠 随时禀报 请大小姐恢复安心休息 也好 苏忠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属下遵命 快开城门 来者何人 我是朱元璋 快点开门让我进城 朱总兵 你不是带兵送驾去了吗 为何遮烦 张诗生爽月 我们被陈有良伏击 如今只剩我们这几个人回来 开城门 让他们进来 是 开城门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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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张俊宝来了 前辈早 这么早 真经写好了吗 写好了 拿来 前辈 太阴真经乃是武当不传之秘 西式之宝 若是清帅相授 必遭神灵生气 这个仪式不可以马虎的 你的意思是 必须有晚辈 在玉须宫的真武大帝圣像之前 召集所有人公开见证 除名天意如此 武当真宝唯有能者得之 再由晚辈恭敬地呈给前辈 你这人也真愚符 师父 他所说的也不无道理 也好 都依着你 那什么时候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好 前辈请在此留步 弟子张军宝 今天在真武大帝的圣像面前 要把太阴真经传于赤壁烈前辈 不知真武先师大帝是否同意 倘若同意 请给弟子一个明示 不同意 这臭小子 又耍什么花样 前辈 他不同意 今天如果扔不出圣碑 我还要杀一个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耍花样 可又得收尸了 哦 去死吧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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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太阳神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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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真扫兴 你知道老子练的是太阳神功吗 你想要烧死老夫吗 难道你还可以火烧太阳吗 致比利 你凶残成性 残爱我兄弟们 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军宝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火焰指吧 你的经脉被封 若无我的九转大环丹 将为五藏六府如糟或烧 死得很惨 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死得惨 血淫火狼 好好看着 知道的回心转意 再通知我 是 师父 走 这边 娘 夫人 大小姐 现在满城慌乱 我们暂且在此避一避吧 宿忠 我觉得此事极不形成 大小姐 如今最要紧的是你等的安全 其他的事情就等大帅回来以后再做决定吧 不行 如果失去豪州的话 哪里才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我怎么向副帅交代 这么好端端的会弄到如此地步 都是朱元璋这死惹的祸 我早就看出这人靠不住 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 你不要往下推断自然阵脚 大小姐 满城将士都看见了 还有假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朱元璋是震动BB小人 大小姐 快 上 大家进 我们先走 夫人 快走 君宝 宣言 你快杀了我 你别胡说 快写出真经 好换取我师父的九转大环蛋 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太阴真经 我当时只是为了让你师父不要乱杀人 我才这样说的 想不到全真教师兄弟还是要遭受刺激 你在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太阴真经 张军宝 你不要死 你要撑着 你人这么好你别死 这对小童人是求真人送我的 现在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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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信我什么 谢谢你让我领死前 能让我看到沈姑娘 你们长得长得一样美 也一样善良 俊宝 俊宝 夫人 咱们先在此休息 属下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好 快去快回 是 腿没事了吧 真没想到朱元璋会叛变 城上的人都看见了 难道还会假的 那说不定是有人冒充他呢 这 你们两个 你们不去守城抗敌 怎么会在这里啊 苏将军 你怎么在这啊 昨天守战役 保护夫人经过这儿 听到你们在这里顺便来看看 刚才我听说朱元璋是怎么回事啊 朱元璋叛变了 昨天小的在城楼上看他引提 朱元璋真的叛变了 可是以朱总兵的为人 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嗯 你是谁的属下 你替谁说话 请将军明鉴 待会见到夫人 你要将他说的话 重复一遍给夫人听 明白吗 啊 属下明白 怎么样 夫人 里面绝对安全 刚巧有两个自家兵在此 请夫人进去稍作休息 喝口水吧 哦 参见夫人 你们两个 将昨天听到看到的 速速禀报给夫人听 夫人 朱元璋叛变了 对 朱元璋狼心狗肺 昨夜竟然勾结陈有亮 打开城门 朱元璋真的叛变了 真有此事 真有此事 千真万却 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人 知人知面 不知心哪 你们两个 速速到外面接应 这次要是保护夫人有功 本将军 重重的有赏 是将军 夫人 我也去张罗一下 顺便带点吃的回来 好 去吧 我们这次回豪州 苏总敌会重重有赏 这下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 是吧 是 真是太好了 参见苏将军 刚刚您说有赏对吧 对 没错 自家兄弟好说 好说 好了 我 啊 啊 啊 你怎么来了 师妹 师父正在练太阳神功第十层 现在不管是谁来打扰他老人家 他都会六亲不认的 你不就是想偷大环丹 救张军宝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师妹 我告诉你 即使师父给了那小子大环丹 那小子依然会没命 为什么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好了 我们别说这些了 我刚才发现有很多道士逃掉了 我是来通知你的 那你怎么不抓他们呢 他们躲到茅厕里去 叫我怎么抓 这帮臭道士 真那么狡猾 对啊 要不然我怎么要找你呢 好 我去看看 你在这儿等着 我告诉你 千万别做傻事 我告诉你 千万别做傻事 我也说出傻事 我给你们做傻事 我们看到机会 我来了 你做傻事 我给你做傻事 我给你做傻事 你做傻事 我给你做傻事 我没有想上 军宝 军宝 你醒了 你醒了 沈姑娘 命都快没了 还姑娘长姑娘短的 沈姑娘 军宝 军宝 你干什么 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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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不要这样 我可不是你的沈姑娘 Martin 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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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骗你 又怎么样 没什么 不过倒是可怜了那些半夜上茅厕的道士们 我把他们全都给 杀就杀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够胆的话 干脆把我也给杀了吧 你知道我不会那么做的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为了照顾那个臭小子去偷师父的大环丹 那个大环丹不知道怎么搞的 大环丹是制阳制纲之物 服用后若没有本门功力化解 或作阴阳和和 一个时辰之内必定会筋脉爆裂 七孔流血而死 这都是你的任性筑成的大错 事已至此 我求你 看我们同在蒙古大漠长大 救救张军宝 师父要的是太阴真金 不是他的命啊 不可能的 看来这都是上天的意志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明白了 你听着 就算张军宝死了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师妹 我跟你同生共死那么久 难道在你的心里 我还比不上这个小小的张军宝 你真的不肯救张军宝 好 可是以我一个人的功力 根本就没有办法化解他体内的单独 除非你和我合作 好啊 还有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好啊 你说什么事 师妹 我对你的心意 我想 你也不应该不知道 师妹 不行 师妹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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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你这是干什么 快把我的穴道解开 这可不好玩 谁有功夫跟你玩 师妹 师妹 以你的功力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化解他身上的单独 把我的穴道解开 有什么话 咱们好商量 霍狼 多谢你提醒我 你不会有那种想法吧 我就是这样想的 师妹 你听我说 不用你管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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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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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过来 不要 不要叩盡我 跟我走 俊玛 跟我走 不要啊 走啊 不要 走 你 没事的 安心 进来 爹 女儿 不睡 你怎么这样了 郝州城失陷了 什么 你不是和苏仲一起守郝州城的吗 大帅 郝州城失陷了 我已经知道了 属下无能 我偷袭陈有亮 不幸中计 损兵折将 现在连郝州老朝都没有了 全完了 大帅 是朱总兵星夜打开城门 引尘要亮的兵马进入 什么 朱元璋 书下说的句句属实 朱元璋 我对他不薄 他为什么这么附我 爹 现在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当务之急 忠心去回郝州 其他的事慢慢再说 可 郝州已经失陷了 要再把他夺回来 这谈何容易 夫帅 趁有亮以骑兵突袭 兵地人数一定有限 夫帅何不尽快召集各路谈兵 给他一个回马枪呢 趁其脚跟未闻 我们先去回郝州 要是再拖延下去的话 我们再度攻城 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对 女儿啊 你说得好 还不去召集人马 属下遵命 郡宝 不要过来 我叫你走 你听见没有 郡宝 是我害了你 快走 我不走 你给我走 走啊 你会后悔的 我不走 我不会后悔的 郡宝 我喜欢你 我要救你 郡宝 不要 郡宝 我们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的 郡宝 我们不可以这样的 郡宝 我喜欢你 郡宝 你快走 不可以啊 不可以这样的 郡宝 我不会后悔的 郡宝 师父 我师妹跟张军宝 不要上了 郡宝 走 我快走 你快走 你快走 我快走 我快走 走 郡宝 走 圣衣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想跟你说 不要跟我说谢谢 那是我自愿的 也别跟我说抱歉 这样的话 就会侮辱了我 明白了 你明白 真明白吗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说 什么都不该说 见你现在没事就好 我们之间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以为我能这样 无动于衷吗 可你心里面想的 嘴里面念的 都是那位沈姑娘 那只是我的妄想而已 事实上她在天边 而不在我的心上 如果我没有想过 你的处境和心情 那我张军宝 也不配你对我付出这番心意 这是我自愿的 我从来就没想过 要用责任拦住你 也许这就叫宿命吧 我不信宿命 不知廉池的狗男女 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 师兄 师妹 你怎么干出这么不知羞耻的事情来 我的事 不用你管 我是你的大师兄 难道我看到一条毒蛇在咬你 我会瘦手旁观吗 你凭什么说她是毒蛇 你见她害过人吗 你跟她这样的人在一起 就是害了你自己 错 她受不了大环丹的功力 是我自愿拯救她的 你 师妹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你一定是中了邪了 我只有杀了她 才能救你 我是她的人了 你敢杀她 那我就更敢杀她 这样 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也会忘记的 师妹 让开吧 这件事天之地之 就算骗得了天下人 也骗不了我的心 你要杀她 先杀了我 雪阴姑娘 让我先说两句 这件事因我而起 大师兄要杀我 我不会反抗 倘若你有什么闪失 我就更罪你深重了 火狼兄 你动手吧 军宝 千万不要 你身子弱 武功又不及他 你逼人 凶多吉少的 男子和大丈夫 如果贪生怕死 岂不是一个窝囊废 我这样做 你脸上也无光啊 不要烂我 火狼兄 来吧 你能一死补过 还算是条汉子 好 我不会让你死得太难看 接招吧 君宝 大混蛋的功力已经发作了 快走 我是不可能在附近 求掌门 什么事啊 君宝 在荒郊眼外 一定有些动物发出的声音 没事 你睡吧 嗯 君宝 禀大帅 各路残兵多意回来 正在杖外随时听后调遣 好 副帅 我们可以准备反攻了 大帅 朱总兵回来了 朱元正 你这个叛徒 你还有脸回来啊你 苏忠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喊雪配人 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 住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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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